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太优雅 我真的太喜欢了 然后进入到车内之后 还是这种环抱式的感觉 环抱的这种三连屏 然后要说MG的设计真的是在细节方面拿你的死死的 它这个换挡机构 D挡和R挡是往上抠的 而N挡和P挡这个驻车挡它是往下摁的 这种人车工程学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那么这车内设其实也就是比较简单 我也不想跟大家去多说 大家可以看我成都车展这个视频 那么这车之前我跟大家说过吧 Marco Final 法拉利舒马赫背后的男人调教出来的车的底盘 我真的是非常期待 那么这车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什么 记住它是一个敞篷车啊兄弟们 所以我一定要把我这个提前准备好的墨镜 从这个眼镜盒里拿出来 然后把敞篷打开 我们就可以去找我的玉寻了 我的天兄弟们真的是太爽了 这就是一个敞篷车的魅力啊 哎呦我天啊 这个感觉真的太上头了 那我先借着这个功夫啊 平缓一下心情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台车的驾驶感受啊 先说一下这个车的动力参数啊 这个车呢 它是分为两个驱动方式 一个是后驱 一个是四驱版车型 那我们今天试驾这个呢 就是后驱版的车型 340匹 你不要小看它是一个后驱版 零百加速做到个4.9秒 4秒级的一个加速 已经完全够用了 然后它这个四驱版的车型呢 是一个544匹 然后综合扭矩是725牛米 零百加速3.2秒 兄弟们 这比特斯拉Model 3P还要快 我的天 真的 等有机会 我一定要试一下那个四驱版的车型 当然了 作为一台跑车 不管是它这个后驱版 还是四驱版车型 它的ESP都是可以百分之百关闭的 也就是说这辆车关闭之后 可以激活它的这个飘移横走模式 当然了 今天这个路况 合法路况 我是没法给大家去体验了 不过据听说啊 是有一个赛道的活动试驾 我真的是挺想参加一下 然后顺便去感受一下 那个四驱版的零百加速 对了 这个活动一定要记得叫啊 实在不好意思 兄弟们 我这个感情一上来之后 真的就是难以控制自己 咱们再说回这个底盘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是一个GT车的感觉 但你就可以说它不运动吗 其实并不是 它这个悬架形式 再加上这个电车低重心 带来的这种效益 然后还有这个防晴杆的存在 其实这辆车在过弯 或者是挑头时候 它的侧奖支撑还是比较足的 而且呢 它虽然说比较偏向于舒适吧 因为它这个悬架的前段 可能稍微软一点 然后后段呢 可能相对来说 偏支撑性比较强一些 那么这个车的方向盘呢 我要跟大家好好说一下啊 这个方向盘的大小 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偏小 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啊 我特别喜欢这种小的方向盘 然后功能上呢 它这个右侧有一个super spot 按键 然后按下这个按钮之后呢 你就可以蹦一脚就弹出去 这个加速感受是非常强的 瞬间一个峰值扭矩啊 然后呢 这辆车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要说一个它的科技啊 就是它带有这个油冷散热的 也就是说你按下这个super spot之后 比如说你在赛道的情况下 然后在左侧这个屏幕 它会变到这个性能模式 然后在左下角有一个这个散热 也就是说冷却的这个这么一个按键 瞬间它就可以把电机的温度降下来 保持一个最高的功率输出 然后左侧的这个按键呢 是一个驾驶领航的一个按键 只需要一键按下 然后就可以启动 这个等以后 我有机会再跟大家去说一下 然后开上这辆车之前呢 我其实对于这三块屏幕 我觉得只是一个摆设的感觉 因为屏幕不是那么大 但是呢 当我开起来之后 我发现它这一侧是这个导航嘛 然后这一侧是信息 然后我就在想 那这个屏幕呢 存在它在于哪呢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方向盘真的 它这个方向盘两侧的这个多功能按键 其实就特别像游戏手柄啊 就有点像PS5PS4那种手柄 它这个操作快捷度就非常好 它非常方便 你可以在屏幕上点 也可以在这块操作 而且信息显示都非常直接的 哎呀兄弟们 虽然说开着盆开确实很爽 但是呢 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避免中毒啊 我们还是把这个盆关上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这个盆呢 它都是可以在50公里以内的速度下 进行一个关闭或者开启 而且速度只需要9秒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哪怕是你下雨天 也不用去担心 那么这个车关上棚之后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它这个棚关上之后 嗯 其实因为软顶厂房嘛 所以它的静谧性可能相对来说 要比硬顶的普通套车噪音来的会更明显一些 这个噪音呢 主要来自于它这个胎噪 嗯 它对于风噪因为它这种低矮造型 而且比较流线嘛 它其实对于风噪的控制是非常不错的 只是说这个胎噪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大 甚至啊 我觉得开着旁的时候反倒听不到这个胎噪的声音啊 不过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把它的音响打开 哎 去感受这种静谧的环境啊 然后配上音乐 优雅 然后配上这种浪漫啊 感性的一台车带着你身边的雨巡 我们就可以去玩了 哎呦 兄弟们终于啊短短的一天的试驾 其实我真的还没有体验够它 因为这辆车的魅力真的是实在是太强了 我实在是太喜欢它了 那么其实在我没有试驾这辆车的时候 我认为它一个三十万级的这么一个价格国产的跑车啊 其实我觉得价格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高了一些 但是你自己再去想一想 这个价格你可能也就只会想到 马自达的MX5 尺寸差不多的情况下 然后这种敞篷方式也一样 但是呢 大家如果去飞车说它不是竞争对手的话 那我也真的想不到其他的 因为一个是纯油 一个是纯电 当然可能大家会说你这个纯油 可能加油会比较方便一些 充电慢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是什么 大家想一下这种车型它去旅行的话 你会去很远的地方吗 你带不了那么多的行李 没有保障车的话 你是去不了很远的地方的 所以说500公里左右的一个里程的一个自驾游 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它CLTC工况下的续航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 也就是说它可以满足你市区代步 也可以满足你偶尔的出去玩一玩 那么再来说一下它这个跟MX5相比它的配置上 第一它多了一个剪刀门 这个是MX5没有的对吧 然后车内它还有一个斑马的加持 8155的芯片 而MX5只是一个简单的可能比较传统一个普通车机 能连CarPlay或者CarLife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可能你都不能奢望这些 那么再来说一下这辆车的动力 它的动力达到340匹 只是一个后驱版本的车型 因为MX5也是后驱 而它是一个2.0的自吸的发动机 动力上就要相差了很多 所以说这辆车你再去想想它的价格35万 同样可以带来一个MX5 甚至超越MX5这种一个驾驶感受的体验的话 它是不是更香 我现在真的如果说我没有结婚的话 我可能真的会去考虑体验它 但是未来如果说我会多一个指标的话 我可能真的是想买一辆它 然后带着我媳妇去来一次旅游或者什么的 因为这样真的实在是太香了 非常nice兄弟们 谢谢大家 拍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